哈喽 大家好 我是Tiana 我是Kanty 相信最近大家刷手机应该被这些INCE风啊 BN风都刷花了眼 什么电肩的背心啊 黑色的西装 金色的项链 好像每一个博主都在用这些东西 相信各位小宝贝们肯定也非常的困扰 这种博主大伙的东西 我们这种平凡人真的值得入手吗 所以今天为了省你们这180块钱 我们全部都入手了 给你一一细数 好吧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进入视频产品吧 好 那第一样呢 相信大家全部都在看到 最近无论是什么T台走秀还是博主都有的就是西装 那第一个呢 这就是一个短款的电肩的一个西装 这一款西装呢 是Selfhood旗舰店 就是罗宝上面购入的 然后它价格大概是568就稍微贵一些 对 罗宝上买的话 但是到手的时候质量方面 真的是我可以给它满分 就是它这个电肩的设计 它总体的这个版型啊 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版型都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西装感觉是蛮硬挺 不是那种软啪啪的那种材质 主要这一边就是抨起来就显得你的腰身 如果你底下穿一个那种比较紧身的啊 或者配一条短款的西装短裤 就会这边撑的 显得你的腰这边特别的细 这个好像就是现在秋季要开始火的一个风 我个人呢 是觉得这一个对于像Sorwo这种甜美温柔风呢 稍微有一点点挑战 A色我觉得你穿上去整体风格感觉好像变得稍微正式了一点 对 我就感觉好像我要去看 这一款西装唯一的问题就是太正式了 不知道人家明明是设计出来这种很甜酷很萨很A的感觉 但你穿上去的感觉蛮正式的 对 我感觉有点正式了 我觉得这一款就稍微要看个人风格 感觉你要去好像应聘某个组 对 真的 太正式了 我觉得这一款就稍微要考虑一下 如果甜美风了要入的话 这个也是我近期购入的 这个也是我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呢 最后决定这家可能性价比啊 然后评价 然后看到他们的买家秀翻向都是比较好 所以我打算入了 结果呢 到手的时候呢 我也不期待什么 就都是这种坑坑洼洼的 就是我也没有来得及去运它 大家不要介意 Drawwind 就是画风他们家的 然后也是说 嗯 博主买的比较多了 也是他们家的 它整体呢也是那种很宽松的感觉 它也不是修身的 就是给你一种oversize 感觉像穿着男朋友的西装出去 然后呢 我这一款也是稍微都有一点点 呃 垫肩的一个效果 它就会让你的肩看上去比较直角 然后显得脖子比较长 然后脸比较小 就是这个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觉得穿上去蛮酷 蛮洒的 这个口袋 我感觉做的也蛮好的 就是深度也是蛮深 现在大家都拿什么iPhone 啊 十 十一 都是大的iPhone 这样开场的这么一个设计 对 然后整体吧 就真的还是蛮宽松 蛮oversize的 然后我今天就是随便穿了一个 try pants 你们不要介意 那第三款呢 就是这种格子的 最近真的是大火 就是他们都是人人衣橱里 一定要有一件的 这一件呢 我是在Designer Plus上面购物的 然后它是175块钱的一个格子西装 到手的时候我真的惊艳了 这个做工 它这个缝合整个版型 作为175 我真的觉得它的性价比 已经穿破屋顶了 我现在随便的里面穿了一件 蓝色的这么一个高领 搭这个也完全不违和 就是这种走温柔风 我觉得也可以穿 然后呢 之前大家还会喜欢 就是中间弄一个腰带 帮一下 对 好像你就是又回到了自己的 conference 就很像你会穿的衣服 但是又很不失潮流 对 对 所以这个他们说 这个是衣橱必入的 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没有夸张 我自己是有一个黑色西装 有个鸽子色的西装 然后我还不嫌购 我又入手了一个杏色的西装 我这一款看到的时候 觉得是中年爸爸 人人都有的西装 我是从MCstudio品 制女装他们家购入的 然后价格是219块9毛9 220万 9毛9 不要3999 也不要2999 哈哈哈哈 好你别演了一个西巾 里面有这个条纹 我就觉得质感还是蛮不错 袖子卷起来 比如说你里面穿一个丝绸的衬衣 或者蓝色的衬衣 然后你再把这个袖子卷起来 就会有那个颜色的层次在那里 比刚才那个黑色的要偏大 然后我感觉更加的over size一点 嗯 我喜欢这件 完了 下一个封 我觉得只要你是手机有网络的 你就一定有看到 那就是金项链 哒哒哒哒 那我是从i left 左边他们家店铺购入的 然后呢 它上面说它是一个钢胎24k的 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质量 然后说也是不会有褪色问题 到时候以后我确实是蛮惊艳的 就是整体这个重量满实的 还是选一家 就是质量也比较好的 这样子你也可以长期的佩戴 这里说一句额外的话 我妹妹呢最近带了一条金色的项链 然后这个项链呢 其实是我妈妈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呢 刚去新西兰的时候入手的 你能想当时他买的这个是一条纯金的项链 所以质量肯定是很好 然后也没有想到 因为它确实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嘛 过了二三十年以后还能再拿出来用 然后现在已经被我妹抢平了 我都没有沾到这个福气 所以我就是想说的就是 觉得这个东西以后还是会有一个潮流的轮回 然后呢它搭配风格也很多 你看我这条是比较粗的 我今天脖子上带的都是比较细的 你就可以拿这个粗的跟这些细的一起 都很配 给你条长一点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以后可以专门给你们出一个首饰的转机 那刚刚这个二三十年前的金项链也回来了 那最近这回来的传家宝里面还有谁呢 那就是肥肠圈 真的 对现在要开始讲这个二三十年轮回回来 大家以前觉得吐的不得了 我都看不上的东西 今年居然火了 这个小姑娘疯了 她买了对哦 肥肠圈啊 买10个才9块9多便宜 手上也可以带 可以当手饰装饰 头发嘛也可以绑 你可以绑高马尾 可以绑中马尾 也可以绑低马尾 你可以这边温柔的绑一下 稍微记一下 我觉得大不了吃亏大不了上当 对但这个风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跟的 我现在还不够 我现在还有十个再来的步骤 当然了 除了这个妈妈们最爱的肥肠圈 还有妈妈们最爱的鲨鱼夹 这个风今年真的是网上大家全部都是鲨鱼夹 是在兜兜store上面买的鲨鱼夹 这个鲨鱼夹老贵了 对比较温柔比较复古 我觉得我今天跟鲨鱼一起戴 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而且我选的是黑色 因为我本身头发颜色是浅的 如果再选一个浅色 估计就看不出来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深色头发的话 你们可以选现在有那种很火的那种大红色 或者是mavy就是那个藏青色 还有什么绿色啊什么都可以 就是能带出那种很复古的感觉 好现在你们一定觉得哎呀 刚刚这么多东西天天手机摔 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哎呀你们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店间的这个衣服已经 想退出去了不想看了不想看了 哎这个连sara都在出 每个牌子大家现在都在出店间 然后这一次呢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 哎在在某宝上面买 到底是不同正量不同店铺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就这次来给大家一个测评 我这件是jwunique的白色店间 这个真的是在在小红书小红书上面搜 大家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推着一家店 到手的时候这一个我借着98块钱 然后到手我一穿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哇这个店间好像有点夸张 然后呢它这个白色也特别的透 就我觉得这一个里面一定是要打底的 就是或者要穿如果不喜欢打底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裸色的胸罩 对了如果你个人是喜欢肩膀夸张一点 整体是走那种很散很酷的 那种欧美风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可以 但是呢我还入了另外一家 这一家让我看一下 这一家是范洛final studio的 它这个比刚刚那个稍微贵一点 这个是105的 但到手之后呢非常不同的 就是它这一件里面就没有加那个电肩的那个海绵 它就是里面这样子给你折起来 折起来缝合了一下 整体穿上去有电肩效果 但也不会太夸张 这件我就很欣赏 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材质要比刚刚那一家要厚 因为它里面没有额外的加海绵的垫肩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夸张 我个人会更喜欢这一款 下一个产品大家也是不陌生的 那就是云朵包 BB瓶替云朵包 是唯独没有在某宝购入的一款产品 那我这次购入的呢 是从澳洲的一个小众 就是我们上次出了那个鞋子专辑Bellini 就是他们家他们也有一些首饰啊包包 他们当然也不例外的 也是做了这一款包包的一个平替 然后呢摸上去呢就是牛皮的质感 但是呢你应该想不到它其实是皮鱼 就外国人还是蛮喜欢人造皮革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小动物们 然后呢它里面也是送了一条这个金属链 然后呢里面的话也是给你节约做了一个口袋 然后还有个拉链口袋 对 然后呢你这个可以选择要不要它 你们可以随时扣上去 它戴上链子以后整体感觉就是很精致 然后没有链子的话呢 你光这样子去斜跨它 或者是玩艳的时候这样拿着它 我觉得也是很复古很有感觉的 BB疯的包包讲完了 接下来又要进入最近大火的black pink 珍妮同环 哎 真的是不默契我们 是珍妮的墨镜 最近我觉得已经没有人没有看过珍妮 穿着那件粉色包纹吊带 然后在坐在床上面 戴着墨镜拍的那一组照片 我觉得这一次啊 这个隔离已经把所有的明星都能够在家里面拍照的这个技术啊 都是已经到了另一个竞争 然后再加上我今天购物的这一家就是珍妮同款 它是CZ Eyewear他们家的 然后59块 这个真的好漂亮 就是很珍妮风有没有 然后拍照就是就是特别的上镜 然后呢你如果是那种特别爱白造型啊拍照我觉得真的值得入 你看这样轻轻的拖在鼻子上面 拍照真的超好看 然后质量的话我觉得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你看一下它折起来的话它不是那种松松的质感 它是真的需要有用一点力去把它给放下来 同时呢找到了Lily May Mac的同款 就是一个澳洲网红 它是一个菲律宾跟澳洲的混血 然后这是它 同款 对它的同款 然后戴上去就是那种有猫眼效果 我觉得也是蛮酷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告诉你们店铺名字 就是明戴眼镜旗舰店 然后这个是45 然后还有现在每个小众博主都喜欢戴的这一种方方的 好像是90这又是90年代的东西又回来了 我记得这一种的眼镜其实两年前就开始火起来了 拍照凹造型 或者真的就是喜欢跟风跟潮流的 那这种东西 实用价值真的是 但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也不怕彩雷 可以跟着风走一下 我今天推荐这两个店铺 个人感觉质量都还不错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想 那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跟风值不值得呢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些衣服啊包包啊这一些 其实完全是看你自己个人的风格 才去决定到底要不要跟风 但是这一次介绍这些饰品肥肠圈啊 发夹啊 镜像 那种饰品类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入手的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无论你是走什么风格 都可以用到的东西 然后金项链那种我觉得就是蛮值得入手一个质量好一点的 可以带很多年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可能不仅是今年 可能过了几年你带出去其实也不会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它以前流行 然后呢这两年又开始流行 那就说明它过几年又会流行 好了那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么久了 你们记得给我们一个安慰鼓励奖 还像往常一样给我们点赞订阅然后加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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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